马大方第11章第30节 因为我的厄是容易的 我的淡子是轻散的 因为有人问我 如果我们现在知道 现在我们这么紧急在避体当中 现在我们又知道原来避体 信主第一年 我神要求的是种子 而信主超过一年 我神要求的是果子 有什么我们可以做 是可以绝对帮助到我们呢 所以我在这里 今次提到我自尊的这一点 可以和大家分享 如果以我自己现在 似乎这么多年 我觉得基本上一个叫做普通信主 不是实话不赦 可能你根本自己有杀人忍 或者有吸毒忍 或者有很多手尾很长的一个人 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 只是一个普通人 你信了主 你想避体 或者你现在信了主超过一年 你想避体 这样 那其实可以做什么呢 我觉得有一件事就是 对于全世界来说 99.99% 都一定有效的 是什么呢 原来神祭要求我们这么简单 原来你拿一张纸 写下 究竟 当然了 如果你现在信了主一年 写下你现在 日常生活当中 你主力的方向是什么 然后你跟着在旁边 就设定你 如何将这些方向 完全转变 变回 一个能够在信主第一年 能够结到好的纸 结成了一粒好种纸的人 OK 比如举个例子 有些人来说 可能就是要转工 有些人来说 可能就是要放弃某些朋友 放弃某些他自己的 这些可能一向识开的同学 完全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 其实弟兄姊妹我想你知道 当年我就是因为这样 是使得我能够很有方向 并且很有效地 在头一年 做到人家几十年内都做不到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原来我们人生 我们很随意或者很随机地生活的话 其实你很多东西是没有改变的 就是说你做事的方法没有改变 你自己每天的习惯没有改变 每天起床的话 由刷牙至到 你完成了一天的工作 睡在床的时候 你发觉你根本每天差不多 已经确定了你自己的日程 以及你工作的方法 而如果你不刻意去写下 刻意去修改 你是不会变的 你知不知道 所以你会看到 他一天很规律的 可以说 充斥了他们所有时间 做他们自己做的事 好 去旅行的话 我十几天就完全做其他事 完全发觉空了很多时间 可以十几天去旅行 但回来没多久 又完全充斥了所有时间 做不到任何事 很多人的人生就是这样 就是说他们从小到大 已经建立了某些习惯 当然那些习惯是可能维持他们的健康 有些可能维持他们的工作 但是 兄姐妹 我想不想知道 如果你真的想被提的话 事实上很多人一信主 第一年 他们不这样做的话 不是按着圣经里面所教的 成为一粒好的字粒的话 他不用止意被提 但是现在我就是说 原来我们在神的面前 所拿起的这个额 原来是这么容易的 我们愿意去检讨 究竟我们在负起什么责任 有什么责任 我们要更改 我们要修改 我们要做得好 实际上 如果我们真的想 信主第一年 就被提的话 原来真的 在我们信主第一年 就被提了 如果我们真的肯做一个 这么简单的动作 我们就已经有计划地完成 其实我们根本神要求 一个信主第一年的人 要结一粒好的子粒信仰 的标准 因为起码你回着石安 很多人不会肯诺意教你的 他一定会告诉你 你真的想能够 成为好的基督徒的话 你信主第一年 你可以做这些做这些做这些 比如对一些人来说 可能就是 就是要拆了家里的偶像 丢掉这些在神的面前 这些真是偶像之物 因为始终信主内 和信主第一年的人是很不同的 对于一些人来说 可能像我所认识的Ed牧师 他把所有的漫画都扔掉了 但是如果这些我们不懂得 懂得去 真的可以说 不似夏文 懂得我们真的 是有计划地 很认真地 去改变我们自己日常 作息的方向的话 甚至连工作都可能要转变的话 其实我们是不会做的 我们第一年一定不能够 去达标的 实际上我现在 我相信我说的这一点 将来在教会被提之后 对于在 在三年半大灾难上被提的 每一个人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因为在他们来说 初信的话 他们都可以达标 在这个七年大灾难当中 可以陆续的被提 相对如果对于一个信主 可能很多年的人 一样 他一定要找一张纸 写下 因为 为什么我要强调 就是找一张纸 写下 就是很多 帝兄姐妹们听我说到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会听我说 这个习惯 是不是 无论orderboard也好 或者无论我们自己 信心宣具也好 我们为人祈祷也好 写下 因为我们发觉 如果我们有小孩子的心的话 我们就真的承认自己 不是万能的 其实其中一样 就是我们的记忆力 我们的生活习惯 还有我们看事 如果没有这些 真的写下白纸黑字 给我们看 我们根本不懂得 去测试 究竟我们自己人生 究竟 大部分时间用在什么 所以如果你认识我的话 你就会知道 基本上我 对一当中 如果我发觉 我自己对一的是 一些平凡的人 当然有些 超级的记忆力 就好像传威那些 但如果是一些 比较平凡出身的人 我一定要做一件事 就是一定要把每个星期的时间表 写下给我们看 而事实上我发觉 差不多我和所有人 他们竟然从来没有过这个习惯 所以当写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 有时候 好像一个很难的功课 有时候搞一两个月才写到 第一份出来的 但当写到之后 很多时候他们的生活 真的可以为180度改变 突然间才发觉 原来他们花这么多时间浪费在这里 原来每一天 他的生命花了很多无聊的时间 可能就是 爆斗 或者跟朋友聊天南地北 原来很多人其实是 连这些基本的自知之明 都没有 然后就在 他自己的人生当中 建立了很多的才能 这个才是最可怕的 就是一个懵的人 他建立了很多才能 于是你发觉 你认识不了他 你说不了他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时间浪费在哪 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浪费在哪 他也甚至不知道自己 拨尽老命 去守护着什么 去保卫着什么 甚至他 所保护着自己的生活方式 所保护自己的面子 当他自己真的写下的时候 他发觉原来自己真的很忙 很浪费时间 在完全不知情底下 将他生命的习惯 是寄存在一些 完全没有意义的 事件上 所以我自己的对一来说 基本上他们 初期对一 一定会谈来一件事 就是他不会一日 任何东西 用超过半个小时 去写 当然不是写给我看 我最主要看他写得对不对 他知不知道自己写什么 然后给他自己看回 检讨 然后你 接着 你看到你的时间表 你自己觉得有什么 这条子 百分之一百 个个都立刻能够 立刻开始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立刻开始一个有意义的信仰 但是我不说之前 那些人甚至过三四十年 三四十岁 完全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不知道自己怎样浪费人生 所以我现在说这件事给你听 是我自己亲身做过 我做了十几年 所以我知道那个好处 就是说 就算不是写一个日记 如果你真的听了 比如说关于被提的讯息 在今年 如果真的 不管了 可能你听这篇讯息的时候 2020年 如果可能真的你知了 在今年被提 你想一年之内 无论你是信了主很多年也好 或者是刚刚信了主 第一年 你听了这篇讯息 你真的找一张纸 写下的话 这个是可以帮你达标 导致你 在信仰上 很多东西都做到 其中一样 就是99% 它可以帮你达标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第三十字 因为我握事容易的 我的单纸是轻散的 这篇讯息 在这篇讯息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